大家好,这里是九号档案馆 战争是生与死的较量,是无数个生命的陨落 却也有一些故事仔细读起来让人啼笑皆非 今天为您揭秘 二战时期死法最搞笑的日军将领 范总国武郎,日本陆军少将 101师团101连队连队长 由于他相貌真名,打仗时动作夸张,极具戏剧性 因此被日本人塑造成了一代军神 1938年武汉会战时 范总国武郎作为大队长 带领军队在庐山东姑岭战斗 因为苦战,范总晒得特别黑 再加上天气酷热,他光着膀子,显得格外凶猛 正在此时,一群记者赶到庐山前线采访范总 他们看到这样的范总,觉得这才是军人该有的样子 于是建议范总多摆几个姿势,给远在东京的乡亲们看看 在几个记者的吹捧下,范总有点忘乎所以 亲自带着记者们来到前沿阵地拍摄 而他自己则赤裸上身,头戴钢盔,手拿指挥刀一个劲地上窜下跳 但是范总似乎忘了一件事 当时日军钢盔的突袭有些问题 而华中正是炎热季节 长期暴晒,偶尔又是一场大雨 使用久了,钢盔的绿漆就会掉落 而露出的钢底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更要命的是,他的对面就是中国阵地 因此范总的一举一动都在哨兵的视线之内 于是,中国哨兵就发现远处 有一个灯泡似的东西在那里上窜下跳 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小鬼子 但由于当时的汉阳造没有那么远的射程 所以只能在望远镜里看着范总耀武扬威 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也许是他命里该死 当时正赶上国军换岗 半种作死的样子 很快就被几个眼见的老兵发现了 这几个老兵,可与之前的新兵不同 首先,他们枪法更熟练 其次,他们手里正好拿着日本人造的三八大概 这枪可比那些汉阳造的射程远很多 当老兵看见对面的鬼子如此嚣张 心中顿时无名火起 于是操起三八大概,对准鬼子就是一枪 值得一提的是,远距离射击是很难瞄准的 但由于范总头上的钢盔闪闪发光 正好给老兵提供了瞄准点 结果,枪身还没落 正举着武士刀摆姿式的范总就倒下了 子弹正好穿过心脏,当场毙命 可笑这所谓的一代军神 刚刚来到中国战场一个月 就做了枪下之鬼 而且还是和日本人自己造的三八大概 真是可怜,可笑 而他的死讯传回日本后 也是让日本举国哀悼 9号大案馆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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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